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据目前了解 没有中国公民在这次恐袭事件当中伤亡 希望阿方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切实保护包括中方在内 各国在阿人员和机构安全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每日开展双面确实合作 应确保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不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